大家好,月頭加入PATREON,整個月吃光了,最好處的 這個月專屬直播厲害,足總杯決賽和英超殺科戰 球季來到尾聲,歐洲三大杯賽的決賽我們都知道起碼了 今天我們會講歐協聯,歐協聯決賽就是羅馬對菲燕樂 我們首先要恭喜羅馬入到這個決賽 我們會講一講羅馬和李斯特成的四強爭鬥 摩連奴在二甲淪湖了六個人,非常重視歐協聯 二甲對波羅尼亞的時候羅馬的陣容比較進攻型 回到歐協聯的四強第二回合對李成就防守型 而且簡直是防守型過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打3-4-1-2 都叫做有麥希達恩打進攻中場 加上前面兩個進攻點,打成一比一平手 這個比數還未能進級決賽,未領先 但來到第二回合,摩連奴更加保守一點 打一個3-5-2 和第一回合相比,摩連奴更換了一個二人 就是用防守中場的奧利華拉取代麥希達恩 減少進攻點 這個賽事我都有賽前的Patreon獨家預測 我就猜0-0 結果真的是一場摩連奴風格的賽事 運動戰就不入球 運動戰是0-0 死球羅馬贏1-0 走回沉實的穩重戰術 再去把握好些機會 摩連奴風格的賽事 其實都有點像安撒洛提淘汰哥迪奧娜的歐聯四強 留皇馬第二回合未領先 甚至落後 但安撒洛提反而用更加保守的結構打第二回合 利用沉穩的戰術反而進級 摩連奴也是這類型的教練 結構比第一回合更加保守 用帕利堅尼扮演進攻點 2.5個進攻點打第二回合 不過效果又OK 其實第一回合的時候 都是帕利堅尼插入禁區入球 而且這個快攻也是很快的 當時新尼奧路 下來中線引領攻勢做一個長球 高球扔過來轉方向扯開左路的空位 一下傳送立刻入禁區入球 那就是很摩連奴形式的那種很快 還有不是很理會套路 最重要是一望無際 不斷向前進入禁區射門那種快攻 或者反擊 去到第二回合其實也是 照版主管同一招都可以 又是這個新尼奧路 下去中線高波轉方向扔過來 扯開左邊空位 又是一下傳送立刻入射門 這樣就是十分鐘的時候射門駁到角球 再用角球入球 陣容擺明犧牲進攻火力 去換取穩固的防守 攻守平衡力量 但是死球制勝到 入球一個就是阿巴咸 講到關於阿巴咸來到羅馬的進步 我也覺得開心 坦白說他在車路士的時候 我也經常說 車路士應該要給點機會阿巴咸 大家有聽到我耐的都知道 這場球車路士應該用阿巴咸 那場球車路士應該用阿巴咸 我經常說這些話 我認識了 車路士實在太過人多 當時我都說阿巴咸級數 雖然他不是很高 但你看到他很多東西都不頑皮 例如支點不差 把握力OK 不差 適當的時候用他其實挺好用的 不過當然阿巴咸來到二甲 更加是踢得輕鬆 就不是說二甲的水平低 而是二甲現在的風格 很多時候是可以讓你打快攻 或者反擊打來回高速球 那摩連盧帶領的羅馬 就更加喜歡打快攻反擊 更加適合阿巴咸的年輕人 其實摩連盧都是跟阿巴咸很配合的 其實這一種球員都是摩連盧喜歡的那種中鋒 摩連盧都是當他是像杜巴那樣用的 阿巴咸都值得咸於翻山 另外我也覺得摩連盧值得去晉級球 摩連盧第二回合其實踢得比第一回合聰明 回顧第一回合的問題 第一回合其實一樣都很快入球 很早領先 但是去到下半場摩連盧就很快去轉3-5-2去收縮 就比較小控球率 那就是不夠反擊點 變得容易九手必失 那就是打成一比一圓場 那所以去到第二回合 摩連盧領先之後 他都盡量瓜分回控球時間 進攻時間 他就是透過做多些壓迫 比較多虛張聲勢的壓迫 中低位壓迫比較強一點 去做得來 就變了不是拍大巴 那他不是拍大巴 就沒那麼容易九手必失了 甚至用盡快完結攻勢的方法 是有曾經拉開過紀錄的機會 那所以 今場的第二回合 你就不可以說摩連盧拍大巴 不可以說摩連盧用醜陋的方法入決賽 其實羅馬 這場球雖然結構比第一回合 沒那麼進攻型 但是他們是多了進攻 射門次數和入球機會都比第一回合多 所以摩連盧改進了 是值得入決賽 那希望他可以拿歐協聯冠軍 令他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 是拿了所有歐洲三大杯賽冠軍的教練 歐協聯 歐霸 歐聯 不過 反過來 也要批評 李承那邊的教練羅渣士 這一場 又是典型羅渣士的問題 戰術沒有彈性 而且沒有反省 雖然經過了二次那場英招之後 羅渣士回到歐協聯的四強第二回合 他懂得輪換了十個出來踢的球員 輪換了整個陣容 補充到體能 但是 他同樣都是上半場打4-2-3-1 羅渣士和摩聯奴打淘汰賽兩個回合 上半場都是打4-2-3-1主攻 摩聯奴最開心不過 你最好出迷超級主攻4-1-2-3 摩聯奴最不想你打淘汰賽防守型 他最喜歡你打淘汰賽進攻型 結果羅渣士真的跟摩聯奴打進攻型 摩聯奴最愛羅渣士這種教練 給了機會摩聯奴打回自己的風格 只是打快攻反擊不用面對密集 摩聯奴就對了 結果兩個回合都是同樣地 被摩聯奴用同一個方法去進攻 直接或間接產生入球 剛剛跟大家說了兩個回合羅馬入球的路線 都是接近相同的 都是珊尼奴路一個長球 扔過來左邊很快地打個快攻上去 你發現里城那邊兩次都是有很多空位 被羅馬去打得成的 是接近用同一個方法來入球 完全反映羅渣士連續兩場出4-2-3-1不夠攻守平衡的問題 而羅馬兩個回合分別的快攻路程當中 都是見到里城的後場空位 入球時間也相似 即是說里城根本沒有改進過第一回合的問題 摩聯奴就有改善到 這個羅渣士沒有反省到 其實第一回合在主場用4-2-3-1都贏不了 來到第二回合作客羅馬 是不是應該要保守一點 打五個後衛或者三個防守中場 你不要那麼快被羅馬領先 攻守平衡就會好一點 兩場球都打4-2-3-1 兩場球都打逆境球 羅虎離身 而且最搞笑的地方 就是里城半場落後之後 羅渣士反而轉三中堅五後衛 上半場4-2-3-1落後 下半場轉3-4-3-1落後 那需要加進攻點的時候 他反而減少進攻點 加重鍵工作 32-1,兩邊能取得來回合 我真的不 Mohetic 那我真不懂評論是什麼戰術 一開始彈時你縮的時候就攻 你去到要打擊的時候反而要攻 反而縮 真是不懂得考慮 我只懂得說 就是摩連奴下半場看見羅渣士 這麼自殺 更不開心 上半場羅馬還不領先 你玩三中堅,摩連奴就說不開心 但是下半場羅馬領先了 你玩三中堅就輪到你無法主攻 摩連奴就不用想了,收縮給你無法主攻 摩連奴就最喜歡送你入主攻陷阱 摩連奴這個四強,看到羅喆士這個對手 就開心睡不著覺 今年李誠他擺明是專注歐洲賽 就是不專注英超 如果歐洲賽那邊拿到一個冠軍也是有所交代 但是歐洲賽那邊是無所作為 也不是完全無作為的四強,但是沒有冠軍 沒有冠軍也不要緊,但是你不要搞到英超搞到這樣 英超就是搞到這樣,英超搞到排第十一 就算再追上來也是排第八 排第八就很可能沒有歐洲賽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教練不是很會打這些杯賽 羅喆士4231的概念其實反而適合打英超 但是他就不懂得在杯賽那邊轉換結構 攻守平衡繼續保持4231 變成你會發現羅喆士往往打大戰都不行 搞到這個李誠在歐洲賽的杯賽沒有成績 但是他又不重視英超搞到現在不湯不水 其實另一邊雙英超那個就是韋斯咸有類似問題 但是韋斯咸的問題就不像李誠那麼嚴重 韋斯咸其實也是不幸運 他們在歐霸第二回合拿紅牌 就變成他們的決賽機會比李誠更加少了 英超方面當然受到歐洲賽初淚 但是韋斯咸的英超成績都沒有李誠那麼弱 來到Patreon 片尾彩蛋部分 我們再講摩連盧 我們一起回顧摩連盧今季執教羅馬的這段經歷 其實算不算拯救了摩連盧的事業呢? 記得去Patreon 繼續聽下去 多點Like,給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被推送,我的頻道才增長 謝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韋威的堅持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 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 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and Go 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 App 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拜拜